从傻子家回到杨军家的时候 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吴胖子也从死了老牛的那大哥家回来 他说 他找了两个在这附近干活的人 以高价买了死去的老牛 他嘱咐了那两人 牛是重骨死的 不能吃 就让那两人把老牛拉去处理了 不管怎么做 只要降低那大哥家的损失就行了 吃饭的时候 杨军问我怎么样了 有没有查出 他媳妇是被谁带走的 我想了想 还是把调查出来的东西都告诉了他 听完了我的话之后 杨军一脸不敢相信地说 您的意思是说 我老婆是被昌红带走的 我点头说道 对 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 听到这儿 杨军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 怎么可能呢 昌红 怎么可能会是昌红呢 看得出来 杨昌红在他心目中 一直是个好人 吴胖子嗨了一声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呗 这种人多了去了 平时看上去老实芭蕉的 被地里做了什么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一样 见到杨昌红第一眼的时候 也觉得那家伙不错 我哪能想到 他是那种会下鼓的人 杨军叹息了一口气道 昌红那小伙 在寨子上 可是唯一的大学生 也是整个寨子孩子们 学习的榜样 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长大 还能考上大学 那不就是活生生的典范吗 毕业之后 虽然没有找到工作 可是他找到工作 是迟早的事啊 在我们村里 他虽然只是做文书 但是我们寨子上的事 他都在尽心尽力的伴 他怎么就变成了 黑婆婆的孙子 还成了下鼓的人呢 杨军一脸苦恼地说 昨天从大关寨回来的时候 你们说 要去杨昌红家看看 那个时候 我就想他是不是 黑婆婆的孙子 后来我否定了 我不觉得黑婆婆 能有个那样的孙子 没想到今天 你们就确认了这个说法 看着苦恼的杨昌红 我问 那你有没有去过他家 杨军愣了一下 摇头说道 这几年确实没进过他家 他那人不喝酒 平时基本上 也没什么人去他家吧 那就对了 要是去过杨昌红家 不可能不产生怀疑 即便去的不是他 是别人 也肯定会有人传出 杨昌红家里的 有女人住过的迹象 杨昌红家 距离黑婆婆家很近 应该大多人都不会去 这是其一 另外就是 杨昌红那人不喝酒 跟寨子上的年轻人关系 应该都不怎么样 他没交过女朋友吧 杨军摇头说 应该没交过 至少没有带回家过 他那人要面子 家里穷 所以 对了 要是他把我媳妇掳走的 那他又是什么目的呢 我摇头说道 现在还不知道 过了今晚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今晚 我能跟你们一块去找他吗 杨军盯着我 一脸认真的问 我点头说道 可以 取如鸟是他老婆 并且还给他 生过两个孩子 他跟我们一块去 或许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晚上九点 我们就去到了傻子家 杨军给傻子带了挺多吃的 傻子见到吃的 笑的就没合拢嘴过 十点的时候 大黑狗就带着我们出发了 我们是没打算 让傻子一块去的 但是傻子说 放心不下他的兄弟 就跟我们一块去了 黑狗带着我们 进入了围着寨子的一座大山 这是整个寨子最大的一座山 在寨子的最后面 对于这里的地形 我没有勘测过 我只知道 这座山看上去很陡峭 进入大山的路崎岖不平 踩在路上都觉得脚疼 傻子跑得很快 就像是很熟悉这边的路况 我跟吴胖子还好 因为我们的体质 跟正常人不一样 所以 在这种路上走起来 也不怎么费力 杨军就很困难了 他身材比较胖 一路走来都在喘粗气 好几次都被拉开距离 漆黑的夜 孤独的山 一条狗带着四个人 在这种漆黑的夜空下行走 属实有些圣人 好在绕过了大山之后 黑狗终于在一块大石头前 停下了脚步 就在黑狗停下脚步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山洞 云贵多是喀斯特地貌 这种溶洞是很多的 比较出名的溶洞旅游景点 就有织晶洞 那里面有很多自然奇观 类似织晶洞的溶洞 在云贵多不胜数 只是很多并没有机会开发出来 我们眼前的这个大溶洞 就很壮观 但是站在洞口 就感受到了那股庞大的气势 汪汪汪 黑狗对着溶洞大叫了几声 傻子笑呵呵地说 在这里面 黑婆婆就在这里面 说着话 傻子往后退了几步 黑狗也跟他一块往后退了下来 他们似乎挺害怕这个洞的 特别是傻子像是很害怕黑狗会进去 还蹲下来抱住了大黑狗 我连忙打开神石 果然 我很快就发现了 这溶洞里面有人 除了人之外 还有一些不是人的东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里面的人 一定就是杨昌红了 至于那不是人的东西 八九成是我要找的渠如鸟 想到这 我看了无胖子一眼 道 走 进去 说着话 我们就准备往里走 但就在这时 身后响起了杨君气喘吁吁的声音 等等 等等 说着话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他打着手电筒 衣服已经湿透了 额头 脸上也全是汗水 他的速度数是太慢了 我也不能扛着他跑 所以 我就没管他 没想到 他还是跟上来了 杨昌红在洞里面吗 杨君瞅着我两问 我点头说道 对 在里面 可是 这洞里有妖怪啊 妖怪 什么妖怪 我看着杨君问 杨君望着黑漆漆的洞口 说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是听老人们说的 打小我们就知道 这山后面有个山洞 也经常听老人们说 这山洞里面 住着一个痴人的妖怪 说是以前寨子里 闹过一次妖怪 说是有很凶猛的妖怪 跑到了寨子里去吃人 当时不少人都被吃了 后来寨子里的端宫 就将其赶到了 这个山洞里来 那之后 这里面就变成了禁区 经常发出很凄惨的叫声 小时候我都听到过 这可能是编出来 骗小孩的故事 农村的小孩胆大 能够做出很多 匪夷所思的事 像这种钻洞的事 他们肯定很乐意感 为了防止孩子出事 就编造出了这样的故事 来让小孩对山洞恐惧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然 也不排除 这里面确实有妖 至于这妖 我想大概就是取如鸟吧 我冲阳君微微一笑 道 有没有妖 今天也要进去 说着话 我就头也不回地 往山洞里面走去 随着我刚刚踏进山洞 突然 山洞里发出了一声 淒厉的喊叫 这声音尖锐 就像是某种动物 被扒了皮发出来的惨叫声 这惨叫声 刺破了夜的寂静 让我们的脚步不由的一顿 而傻子跟大黑狗 被这声音 直接吓得跑下山 其实我也没指望 他们继续就在这里 毕竟等会发生什么不好说 他们回去了也好 什么声音 无胖子抬起头来 四处张望着询问 我抬头看着洞穴四周 说道 没事 雕虫小剂而已 说着话 我转身看向了阳君 阳君的脸色变得苍白 显然这传说中的妖怪故事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咬破手指 挤出了一滴血液 在他的额头上 他健壮 问我 李师傅 这是做什么呀 护身的 洞内可能有古毒 也可能有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有了这个 那些东西都不敢靠近 作用 是不是跟我爷爷画的符差不多啊 我点头没说什么 其实跟我在一块 本身就不会有什么事 但我的能耐 也不知道怎么跟阳君说 唯有用这种方法 给他一些心理安慰 让他再进入洞内 少点恐惧 给阳君弄好之后 我便转身继续走了 吴胖子连忙凑上来问我 李先生 要不要给我也来点啊 我看了吴胖子一眼道 不用 你都跟我上过昆虚神宫了 一个山洞 你还怕 没啊 吴胖子黑黑地笑道 我这不是害怕古毒吗 毕竟那玩意太邪乎 我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领着两人 小心翼翼地深入洞穴 越往里走 四周越黑 仿佛有形的实体 压迫着我们的感官 空气中 弥漫着潮湿和泥土的气息 还有种说不出的心臭味 突然 地面发出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连忙站住了脚跟 吴胖子连忙询问 怎么了 李先生 有东西在靠近 随着我的声音说完 杨军的手电筒 就照射到了我们前方 十来米的地方 跟着他被吓得压地叫了一声 借着他手电筒的微光 我看到我们的前方 爬来了很多蛇 是 是 好多蛇 杨军声音颤抖地说着 我脚踩八缸 手掐指掘 地面瞬间冒出了一道金光 光芒瞬间笼罩了我们三人 那些朝着我们爬来的蛇 瞬间全部绕过了我们 仓皇逃去 我去 这 这 这是什么啊 怎么跟电视剧似的 杨军看着眼前的画面 满脸地惊讶 等到蛇拳都爬走了之后 吴胖子说道 别惊讶 这世界上有些东西 可比电视剧精彩多了 杨军还想说什么的 但是我们已经继续前行了 很快 我们脚下高低不平的山路 突然变得平坦了起来 一个宽敞的如同宫殿的地方 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杨军拿着手电筒 到处乱照射 借着光芒 我看到 洞顶挂满了中路时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散发出了悠悠的光泽 吴胖子 用火符点火 随着我声音落下 吴胖子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符 走到了洞穴四方 很快就将整个洞穴给照亮了 火符是我们修炼福禄术的一种 能够当火把使用 让画出来的符纸 变得跟没有灯一样 在灯光的照耀下 我抬头看着洞穴 洞壁由层层叠叠的石灰岩构成 历经千百年的青石 形成了奇特的中乳石和石损 它们或如冰临悬挂 或四玉柱矗立 形态各异 宛若大自然的雕刻艺术品 就在我抬头观察的时候 忽然光芒之下 出现了一个扭曲的黑影 朝着黑影看去 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正从洞穴的深处 朝我们跑来 很快 那黑影就冲到了我们身旁 它嘴里压地叫了一声 跟着就狠狠地撞向我 我一个侧身 然后脚下一半 冲向我的人 就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冲向我的是个女人 女人年龄不小 但是动作却十分地快 看着倒在地上的她 我发现 这是个身材瘦小的女人 穿着一身黑衣 看上去十分眼熟 她倒在地上之后 连忙回过头来看向了我 借着火光 我看到了她那张脸 那是一张已经受到拖向的脸 双眼深陷 下巴肩长 她看着我 双眼都快爆发出了火花 杀了你 杀了你 她说着话 就要再起来 但是我连忙摸出一张符 扔向了她 再扔出去的同时 我念出了千金咒 瞬间 女人就被那张玄空的符咒 给压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她嘴里还在不服气地喊叫着 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 她 她是谁 杨军朝我这边走了过来询问 我淡淡地说道 黑婆婆的大儿媳 杨昌宏的母亲 这就是黑婆婆的大儿媳 我跟吴胖子进村的时候 见到过两次的那个怪人 第一次是刚刚走到杨军家门口 那个跪在杨军家门口 鬼鬼祟祟的女人 第二次是去找杨端公的时候 遇到悲大被搂的那个 啊 她 她怎么那么像黑婆婆 杨昌宏的计划 随着我的声音落下 只听洞穴深处 发出了一声冷笑 哼 这声冷笑 从洞穴深处传来 带着几分阴森感 很快 一个黑影从洞穴内走了出来 她的脚步声很重 每一步都发出了 踏踏踏的响声 她这是做什么 玩心理战术吗 都这种时候了 难道她觉得 自己还能吓得到我 不过是临死的挣扎罢了 很快 她的影子就出现在了 我们的视野中 那影子被火光照得很长 除了那笑声的影子之外 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 很快 那黑影就来到了 我们的视野之中 跟我想的一样 是杨昌红 除了她之外 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 女人穿着一件红色长裙 全身都散发出一股 非人类的高贵 她的秀发 如瀑布般垂落 光泽流转 她脸颊潮红 眼睛像是深邃的夜空中 最亮的星星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和无尽的魅力 她的肌肤 细腻如凝脂 透出健康的红润 仿佛能透出生命的活力 和青春的光辉 这样的女子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更别提 在这种少数民族村寨了 说实话 看到她的一瞬间 不管是杨昌红还是杨君 都绝对是猪拱白菜 当然 我最在意的是她本身的身份 她不是人 她就是 我要找的神兽 瞿如鸟 你为什么还不走 杨昌红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 声音冰冷地问 此刻的她 已经不再是那个热心助人 温文儒雅的大学生 她的脸上写满了愤怒 我已经警告你了 你为什么不走 你为什么要留下来 打乱我的计划 杨昌红咬着牙 双眼都快喷出了火花 难道 有钱真的就能为所欲为吗 告诉我 她花了多少钱请的你 我平静地说道 我办这件事 不为钱 所以你的警告 对我没用 她所说的警告 就是让那头老牛死 杨昌红 我念在你还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给你个交代一切的机会 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带走杨君的老婆 你被我打乱的计划是什么 此时此刻的杨昌红 确实算不上坏人 因为我在她的身上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杀气 她其实完全可以用古术 害死一个人警告我 但是她并没有那么做 她选择了用一头牛 对我做警告 这说明她本性不坏 她或许真会一些邪术 也会巫蛊之术 好比刚刚出现在洞口的毒蛇 都是出自她的手 但是她没有用这些术法害人 所以 从理论上来说 她的确算不上坏人 顶多就是不爽 我来这里找她罢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以为你是谁 杨昌红一脸不服气地反问 看着她那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我喝得冷笑道 怎么 你觉得 你能在我面前讨到好处 杨昌红听到我那么说 眉头皱了起来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 又看了看 被我一张扶压得 无法动弹的黑衣女人 我见此情形 继续道 我知道你跟普通人不一样 但在我面前 你们都是一样的 我想这句话 应该不用我解释 终于 她深吸了一口气 这口气 似乎把她憋屈的愤怒给吐了出来 跟着 她语气平静地冒出了几个字 因为 爱情 这句因为爱情 让我为之一愣 也在这时 一道手电筒的光芒 照射在了杨昌红身边那女人的脸上 老婆 随着光芒照射在女人的脸上 杨昌红声音颤抖地喊出了这两个字 跟着 她整个人就像是不受控制一般 迈着步子 朝杨昌红身边把女人走了过去 真的是你啊 老婆 真的是你啊 杨昌红激动地直接流下了眼泪 杨昌红见状 喝得冷笑了一声 随后伸出手 将女人揽入了自己的怀里 一脸高傲地说道 现在 她可不是你老婆 这举动 让杨军浑身一颤 那上前的脚步 如同机械般停了下来 她一脸木然地问 杨昌红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她是你嫂子 嫂子 杨昌红再次冷笑一声 你可真有脸说出这句话 你也不看看 你自己长什么样 你觉得 你配得上她吗 说完话 杨昌红低下头去看向了女人 道 告诉她 你是谁的女人 女人抬起头来 看向了杨昌红 然后双眼含情默默地说道 我 当然是你的女人了 我这辈子都是你的女人 说完话 她就用脑袋 紧紧地贴在了杨昌红的身上 这一幕 有点戏剧性啊 因为 我没看出 那个女人有什么异样 她没有被操控和威胁的迹象 看上去一切都很自然 杨昌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 似乎是在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我能感觉到 她现在的心情 终于 她绷不住了 摇晃着脑袋说道 不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老婆不会那么对我的 她不会那么对我的 我老婆一定是被你下了什么骨 一定是被你下了什么骨 杨昌红 你是黑婆婆的孙子 你会下骨 你给我老婆下骨了是不是 这三年来 杨昌为了自己的老婆 拒绝了很多女人的相亲 因为她坚信 她的老婆不是主动离开她 她相信他们的感情比金坚 如今看到这样的画面 她坚信了三年的东西崩塌了 这换做事任何人都无法相信 下骨 杨昌红冷笑道 我跟我自己的女人 用得着下骨吗 杨昌 当初要不是你爷爷 你觉得 你能找着那么漂亮的媳妇吗 不 准确地来说 就你这样的人 能找着媳妇吗 这话有点打击人 但也确实有几分道理 杨昌长得不怎么样 矮胖丑集结于一身 找媳妇确实有点难度 找那么漂亮的媳妇 根本不可能 看到杨昌无话可说的样子 杨昌红继续道 你找到如此漂亮的媳妇 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她的身份吗 身份 什么身份 杨昌一脸不解地问 果然是个大老错 行 那我也不瞒你说 其实 你老婆根本就不是人 杨昌红在说 你老婆不是人这几个字的时候 故意加重了语气 这句话对于杨昌来说 无疑是一击重锤 杨昌满脸正赶地看着女人 女人没有给予她任何回应 看着她的脸始终是冰冷的 无胖子看到这 低声问我 李先生 咱们要不要帮帮杨昌 我摇头说道 不用 有些事 确实该让杨昌知道了 杨昌已经到了明白这一切的时候 他不可能一直蒙在鼓里 杨昌目冷了好一会之后 他摇晃着肥胖的脑袋道 不 不可能 我跟我老婆生了孩子 他怎么可能不是人 他 昌红说的没错 我确实不是人 女人开口了 开口打断了杨昌的话 这话很无情 但很真实 是从女人嘴里说出来的 杨昌瞬间无言以对 我当年给你生孩子 是为了抱你爷爷救我一命的恩情 其实在认识你之前 我先认识了昌红 当年我遇到了猎手人追捕 我一路逃亡到了这个地方 最开始发现 我的不是你爷爷 是昌红 当时我就躲在这个山洞里面 那是二十年前 那个时候 昌红只有六七岁 他跑到这里来遇到了我 那个时候的我是真身 并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没有怕我 他给了我吃的 陪我聊天 虽然那个时候的他 只是一个小孩 但他却是第一个 给予我关怀的人 我们在这个地方 相处了很多年 后来 我被黑婆婆发现 他想要把我抓来喂蛊虫 是你爷爷救了我 女人说得很平静 从头到尾 都没有一丝波澜 杨军一脸茫然地看着女人 双眼闪烁出了泪花 他嘴角微微颤抖了一阵之后 问道 所以 你是因为报恩 才会嫁给我的 对吗 女人不加掩饰地说道 对 呵呵 杨军彻底地破防了 他自嘲地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之间 是有爱情的 三年 你失踪三年 我找了你三年 这三年我无时无刻 不再想你 我连做梦都会梦到你 我一直坚信你 不会就这样离开我 你一定是被什么坏人 给抓走了 没想到 没想到你离我那么近 却一直不露面 小如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女人摇头说道 不是 跟你的这些年 你对我很好 无为不至 那为什么你离我那么近 却不露面跟我说一声呢 我跑到北方去 让人寻你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对我很残忍 我告诉过你 在你的梦里 在我离开没多久 就跟你说过 可是你没当回事 女人悠悠地说着 对不起 杨军 我知道 这对你很残忍 其实我也想过陪你一辈子 但直到那天晚上 认出昌宏就是那个 在我最低迷的时间 陪过我的人 我没忍住 就跟他走了 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或许就跟你找了我 三年一样吧 无胖子听到这里 没忍住低声对我说 李先生 这渠如鸟 会不会太残忍了 我摇头说道 不会 灵兽跟人不一样 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 比较直接干脆 是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不会过多地 去考虑好与不好 也不会考虑别人什么感受 毕竟 他才做了几年的人 可能做了几千年的手 可是这杨昌宏 也没好到哪去啊 就是文化程度 稍微高了一点点而已嘛 无胖子还是不理解 杨昌宏可没有 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他比杨军更适合取乳鸟 毕竟他死过一次 等等看吧 等他们的事情处理了 我们再开始我们的 感情的事情 我们不好介入 无胖子恩了一声 就不再多说什么 难道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我们可是有了两个孩子啊 杨军语气有些恳求 女人摇头道 正因为有了两个孩子 我才跟昌宏走的 那两个孩子 是我留给你的念想 你要知道 你只是个普通人 我们是不可能一直在一起的 可杨昌宏 他不也是个普通人吗 他跟我有什么不一样 女人摇头说道 不一样 现在的他 不是真正的他 真正的那个 他早就已经死了 住在他身体里的是幻 呼按 的灵魂 这是你们理解 范畴之外的生物 在你们的书籍 《山海经》里面有记载 原来如此 那么说 杨昌宏跟我是一样的人 都是灵魂占据了别人的身体 什么《山海经》 什么幻 我听都没听过 杨军有些生气地说 你可以离开我 爱上别人 也可以抛弃我们的家 但是 你不能编造那么荒诞的故事 骗我吧 很显然 这是在杨军理解范围之外的东西 我看着杨军 说道 幻确实是《山海经》里面 记载的一种生物 身材像狸猫 只有一只眼睛 三条尾巴 据说养它可以避免灾难 古时候 有很多人挤破了脑袋 都想养一只幻 要是我没猜错 这只 幻应该是黑婆婆家祖上传承下来的 传承的大概是供养的灵魂 听我那么说 原本不相信的杨军 傻愣住了 杨昌宏也接过了我的话说道 是 没错 我的确是黑婆婆家祖上养的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就死了 他们为了得到我的庇佑 就供奉了我的灵魂 一直到黑婆婆这一辈 黑婆婆是个可怜人 其实她无心害人 只是被人下了传承骨 这才不受控制的 害了几个人 等她彻底地控制了这股力量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害过人 但是 因为得到了这传承骨 她家里人全都弃她而去 她没有责怪过她的家人 但我看出她 很想拥有自己的家人 于是 在她把孩子的尸体带回来的时候 我决定给她留点念想 于是我进入了她孙子的体内 替她活了过来 也算是 圆了黑婆婆渴望亲人的愿望 跟我猜测的一样 黑婆婆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可怕 她也是个可怜人 只是 杨昌宏的复活 让我有些意外 我没想到 她体内的竟然是只山海异兽 一个小小我苗寨 住了这样的两个人 谁能想得到呢 杨昌 你更如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应该去找一个普通人 过平凡的日子 如果你当初学了你爷爷的本事 或许你能跟他在一起 可惜你没有 这就是所有的真相 今天你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全都告诉你了 杨昌望着杨昌宏 随后又看向了瞿如鸟 道 你真的不跟我走吗 瞿如鸟摇头说道 我不属于你们人类的世界 正如昌宏所说 你该去找个跟你一样的人过日子 好 杨昌突然往后退了几步 跟着点头说道 好 我走 我走 说完话 他便转身跑出了山洞 看到往外面跑去的杨昌 吴胖子要上前去追 但是我一把拉住了他 摇头说道 让他去 看到他离开之后 我重新看向了两人 杨昌宏连忙对我说道 该说的 我已经都告诉你了 你还想要做什么 我想知道 牛生的麒麟在哪去了 杨昌宏淡淡地说道 被我吃了 我吃了牛生的麒麟 才能找回以前的记忆 要不 我也不知道我实话 听到这 那就都对得上了 那 我刚进寨子那天 你让你母亲去杨君家做什么 虽然杨昌宏已经跟我交代了一切 但我不确定 他以后会不会做出什么 伤害寨子的事 杨昌宏还没说话 取如鸟就开口了 是我让他去的 我让他去给我那两个孩子送礼物 什么礼物 小巷 杨君家的猪 还会生出一只小巷 等到小巷出生之后 我会跟昌宏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要双宿双飞了 好吧 他们确实不会做出 什么坏事来 因为他们本身对这些人并没有恨 你呢 说说 你来这里的目的吧 你不是来帮杨君找我的 你是自己来找我的吧 取如鸟突然盯着我问 我也不犹豫 点头说道 对 我是来找你的 找你借样东西 借什么 你的血 我的血 取如鸟重复着这句话 表情忽然发生了巨变 你是猎兽人 取如鸟突然冷不丁地说出了这句话 我就说他脸色怎么突然变了 原来是听到我要他的血 他就认为 我是猎兽人了 我还来不及解释 杨昌宏就连忙上前 拦在了取如鸟的面前 他一脸生气地看着我道 你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很信任你了 把什么都告诉你 你问什么 我们回答什么 难道你认为 你比我们强大 就能任意妄为吗 我想你们误会了 我解释道 我不是猎兽人 我借他的血 只是要很少的一部分 我是用来救人的 听到这 两人对视了一眼 这才明显地松了口气 跟着我给他们说了 我跟黄一一的事 我也有一个很爱我的女人 她在几天前 为我付出了生命 我们已经阴阳相隔 但是现在 我有机会将她复活 但是 我需要取如血 白 精 骄人类 朱怀胆和地灵果 怪不得 听到这 杨昌宏看着我道 所以 你不是为了钱 才过来帮杨军的 我摇头说道 当然不是 只是在进村之前 听说了朱生相的事 于是就想来杨军家问问 谁知道 刚走到杨军家门口 就看到了你的母亲 在做一种奇怪的仪式 跟着我发现了 她那两个孩子的体温异常的高 我才推测 她媳妇应该是 渠如鸟 可是 杨昌宏想要说什么 但是被渠如鸟给打断了 我看 小仙生术法如此不凡 我想 你的爱情故事 一定不简单吧 我可以帮你 但是作为条件 你能告诉我 跟你夫人的故事吗 这是喜欢听八卦吗 也行 只要愿意主动帮我 想听我就说吧 其实这些天 我也在回忆着 我们的点点滴滴 每当回忆起那些过往 我的心里都会泛起无数的感慨 有时心里也会难过 在叹息了一口气之后 我便把从在新州市 认识黄一一到我们确认关系 再到我们异地相恋 注定的三世情缘 以及她作为普通人 依旧上了昆虚神功 为我恢复能量 付出生命 听完了这些 渠如鸟颇为感慨地说道 没想到你看上去年纪不大 却有一段这样的感情 一开始的相遇 你们之间的身份就有差距 那个时候的你 只是个普通人 而她却是一方富豪家的大小姐 但是她却跟你在一起了 就像富家千金 爱上了穷小子的童话故事 然后你去到了省城 跟她异地分开 可是你们都没有建议思迁 心里一直装着对方 在这期间 我想你们之间 都一定遇到过很多的诱惑 你的身边肯定出现过不少的女人 毕竟你那么优秀 而她的身边 肯定也出现过不少的男孩子 可是你们的心里 都只装着对方 这才一步步地走了下去 跟着在得知你 若是突破境界 会伤害到她 在那种纠结的心理状况下 你们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 但还是挺了过来 我能体会到 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为了能见你最后一眼 她以繁胎肉体上 到了昆虚神宫 最后在得知自己死 能够让你恢复能量 她都没有丝毫的犹豫 选择了自杀 而你 为了让她复活 不惜放弃至尊之位 游走于乡野 哪怕要找的东西艰难 你也没有犹豫 这样的爱 或许就是所有人都想追求的吧 尽管一路走来侃侃可磕 但是你们都没有忘记过对方 先生 我祝福你跟你的爱人早日相见 这些 我借给你 要多少都可以 渠乳鸟说得很平静 肩上还带着微笑 谢谢 我拿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瓶子 说道 装这个瓶子就够了 如 突然 杨昌宏叫了渠乳鸟 你上次流血就变回了原形 用了十年 才遇到杨君的爷爷 恢复人生 现在身体还处于恢复阶段呢 要是再流血 恐怕还会变成上次那样 你要知道 现在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了 现在的人心 可比那个时候更加险恶了 你若是变成了真身被人发现 恐怕会有大麻烦 取如鸟回头看向了杨昌宏道 没事 我们就跟二十年前一样 有你陪着我就够了 正如我跟你说的 与其面对那些复杂的人 我还不如就跟你一个人待在一起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这先生跟他的爱人值得尊重 我愿意帮他 别说二十年了 就是三十年 五十年的真身 我也会帮 只是 我变成了真身 会耽误你是真的 到时候 让你守着我的真身 我 我不怕 杨昌宏坚定地说道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又怎么会在乎 是你的真身 还是人身呢 如果你决定了 那就做吧 到时候 我就在这里守着你 我给你找吃的 喝的 就跟二十年前一样 听到这 取如鸟感动的泪花闪烁了起来 跟着他看向了我 声音婉转动人地说道 先生 鞋我可以给你 但是有个事情 我得跟你说 我的鞋只要流出来 那这座山就会发生火灾 这里连绵不断地几座大山 到时候恐怕会生灵涂炭 如果可以的话 你 放心 他话还没说完 我便打断了他 我会用结界 隔绝你流血这段时间 跟外界的联系 到时候 这里不会发生火灾 另外 你担心的真身问题 我能给你解决 取如鸟的血 代表着你们的修行 等你把血借给我了 我会用真气帮你保持真身 真的可以吗 他目光有些激动地问我 我摁了一声道 放心 做不到的事 我不会说 取如鸟感激地说了句 谢谢你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应该是我谢你 说到这儿 我们就开始取血了 取如鸟很配合 天快亮的时候 我们取了他的血 这生灵五物的第一样东西 取如血 我已经拿到了 还有四样东西 就能让黄一一复活 这才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 我进度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 总之 这步子已经卖了出来 我跟无胖子离开的时候 取如鸟跟杨昌红 送我们来到了洞口 他们说 在洞内休养一段时间 就会出去浪迹天涯 到处走走 我给了他们一笔钱 足够他们浪迹天涯的那种 他们是拒绝的 但是我硬塞给了他们 在这个社会 不管是个啥 要是没钱 寸步难行 昨天一个朋友 叫我去跟他看房子 回来太累了 所以没有更新 大家谅解 走出山洞之后 无胖子颇为感慨地说道 哎呀 真没想到这取如鸟 离开家的背后 还有那么大的隐情啊 还有那杨昌红 真是没看出来 他竟然还有一个 不是人的身份 这世界上的离奇事 可真是不熟 就这样普通的一个寨子 就有那么两个 不是人的东西 一直生活着 我轻轻地叹息了 一口气道 可不是吗 我们生活的世界 本来就不简单 你也不敢肯定 自己每天见到的都是人 不是吗 对 无胖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跟着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事的 问我 对了 您说 杨军去寨子里 会不会把山洞里的事 告诉寨子里的人 要是他说了 寨子里的人 会不会上来把他们 不会的 杨军还不是那种 得不到就毁灭的人 无胖子呕了一声 不再说话 我们就这样一路默默地下了山 走到山下的时候 天快亮了 就在进寨子的路上 我俩突然 被一个黑影给吸引了 黑影就在我们前方不远处 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背对着我们 嘴里还有红色的亮点 像是在抽烟 无胖子停下脚步 哀悠了一声道 那是谁啊 怎么有个人呢 李先生 我摁了一声道 是杨军 说着话 我便迈着步子 往那黑影走去 无胖子紧跟我的后面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黑影的身边 那黑影 就是刚刚跟我们一块上山的杨军 杨军坐在大石头上 巴达巴达地抽着烟 听到了脚步声之后 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两眼 再见到是我俩 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回过头去 继续抽了几口烟 我能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自己苦苦 找了三年的老婆 从未爱过自己 他坚信的爱情 已经被摧毁了 这样的事 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都是难以接受的 我走到他身边坐了下来 一句话也没说 等他抽了几口烟之后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李师傅 你说 学我爷爷的本事难吗 听到这句话 我愣了一回 随后说道 难 对于杨军来说 确实挺难 第一 是他没有天赋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有天赋 在他小时候 他就开始接触这一行了 第二 他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那两个孩子 已经没有母亲了 如果他再投入身心 在这上面 肯定会让孩子失去父爱 可 如果我真的学会了 阿如就能回来了 难又如何呢 我想学 说到这里 他突然站了起来 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 李师傅 请您收我为徒 可以吗 我刚刚看到了 您施展出来的本事 那样的本事 是我爷爷都不会的 您要是肯教我 我相信 要不了多久我就能达到 我爷爷的那个水平了 到时候 阿如就会回来 李师傅 请您教教我 只要您答应教我 您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看着杨军这架势 他应该是从山洞里面 跑出来就开始思考了 要不也不会突然说出这种话 如果这个时候 我拒绝他的请求 可能这个家伙 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 他不是一个坏人 但是他会控制 不住自己 去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 但是我也不可能答应他 先不说他的天赋问题了 我也没时间在这上面浪费啊 思量了几秒之后 我对他说道 你可以先跟杨端公学 有空了 我来指点你 现在我还有事要去做 听我那么说 他眼神微微失望 但还是恩的 点头答应了我 我起身伸出手 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拍了拍 然后转身走了 我没有继续在四大寨逗留 而是直接离开了这里 找寻第二个灵物 在我们开车出了四大寨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人 杨端公 他正好从外面回来 见到我们要离开 他挽留我们留下来 但是我拒绝了 他跟我说 他昨天出去 了解当年他办的那件事了 那个勾引他的女人 确实有问题 当年那个女人出轨了一个包公头 被他老公发现之后 那个包公头 还打了他老公一顿 他老公气不过 就要跟他离婚 但是女人死活不同意 被地里又跟那包公头 继续撕毁 男人受不了 就搬了出去住 那个时候 女人也没有在意 因为他跟包公头 能够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后来过了半年多的样子 男人也跟个女的有了苗头 这个时候呢 那个包公头的是做完了 拍屁股走人了 女人在得知自己 被玩弄了之后 就想去找他老公 但是就发现了 他老公跟人好 于是 他就反咬一口 说他老公出轨 闹了他老公很多次 弄得人尽皆知的 他以为他老公会妥协 可是他失算了 他老公属于那种 一次不忠 终生不用的人 于是 他就找到了杨端公 后来就发生了 杨端公把人害死的事 原本杨端公的方法 只是让他老公吃点苦头 不至于会丧命 可是女人不知道 从哪得到了一个方法 在被吓咒人的身上 放了利家的血 就是这个举动 让男人直接丢失了生命 最无辜的 还有男人的儿子 两人骑摩托车 撞到了一辆大货车 当场就死了 最气人的是 女人还得到了 一百多万的赔偿 现在重新找了个男人 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杨端公把一切 搞清楚了之后 也诚挚地跟女人的老公道歉了 并且 他还答应了男人 要给女人一些惩罚 听到杨端公的讲述 我告诉他 现在他能想办法 把他儿子就过来了 杨端公是行内人 他儿子命不该绝 只要把因果解决了 自然就会好了 这就是因果病 只要跟因果有关的 医院大多医不好 要么是绝症 要么无药可医 离开了四大寨之后 我跟吴胖子 没有回新州市 而是直接前往广北海 广北海近年来 有过关于娇人的目击事件 说是在大概二十年前 有人去打鱼的时候 打到了一条 人身鱼尾的怪鱼 那个怪鱼 就是传说中的娇人 有传说的地方 就说明存在过 要不也不可能无风起浪 关于娇人 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说 其实跟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美人鱼 属于同一种物品 而在《山海经》之中的记载 他们都来自 地、地、人国 《山海经》中记载 地人国的国民 是一群人身余伟的人 这些人可以生活在水里 也可以生活在陆地上 据说他们拥有神力 可以上达天庭 也可以下游地府 上古时代 这些人鱼经常出现在 人类视野中的 关于他们 有好的传说 有坏的传说 好的传说 便是人鱼来的了 岸上跟人谈恋爱 还给人生了孩子 生活十分幸福 然后突然有一天 人鱼的身份被发现了 跟着这个故事 就变成了悲伤的故事 坏的传说呢 便是骄人以歌声吸引渔夫 然后将其吃掉 传说骄人唱歌十分好听 仅仅只是听到声音 都能让人陶醉其中 据说古时 有一渔夫经常出海打渔 一天他出海打渔的时候 遇到了大雾 他的船没办法找到方向了 只能停下 而在大雾之中 他突然听到了 十分动听的歌声 他被歌声吸引 想去看看 那歌声的主人长什么样 于是就开船前往歌声处 结果就遇到了吃人的骄人 骄人用自己的歌声吸引人 然后吃掉 这是以前的渔夫经常遇到的 所以 这骄人是好是坏 是善是恶 我确实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关于骄人的传说 是这样的 据说在很久以前 骄人是经常跟人类打交道的 几乎生活在一个地方 后来有方式发现 骄人的油膏 可以作为燃料使用 不仅燃点很低 而且只要一滴 便可以燃烧数月不灭 古时的目的 有长鸣即是长生之说 这里的长生 指的不是长生不死的意思 而是财富的延续 说是谁的目的 要是能够长鸣不灭 那人的后代 就会长久富足 贵族们听闻之后 便出重金 让方式找寻骄人 于是便爆发了 骄人被屠杀的事件 那之后 骄人便逃进了深海之中 跟人类再无往来 当然 这些都只是关于骄人的传说 具体这东西怎么找 还需要慢慢来 广北海距离四大寨 需要一天的车程 我们没有停留 选择了最近的路线出发 一路高速 加上一夜未睡 车开到下午的时候 吴胖子开始打瞌睡了 我也没忍住瞇了一会 看着还有两三个小时 才到广北海 我们又实在撑不住了 我便让吴胖子 找个服务区先睡一会 吴胖子找了个 最近的服务区停了下来 车刚停下不到三分钟 我就听到了吴胖子的憨声 没过几分钟 我也沉沉地睡了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被一阵吵闹声给闹醒了 睁开眼睛 我就看到服务区门口 为了不少人 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 吴胖子还在睡 我打开车门走了出去 很快就来到了人群之中 只见一个男子 坐在地上惨叫 他的脖子上 衣服上全都被血染红了 而在他的身边 一个女孩被一个妇女 和一个男人拉着 女孩双眼心红 嘴角还渗着血液 他一脸凶狠地 盯着地上的男人看 眼神中满是憎恨 那种恨 就像是恨不得吃了对方 女孩身上有股邪气 这邪气是什么 我一时间不好分辨 男人就不一样了 他身上有几个英灵跟着 都是些小孩 看上去都是他造下的脸 啊 啊 男人惨叫着 一边叫一边骂道 有病 有病啊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那拉着女孩的中年男人 对男子说道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愿意承担 您所有的医药费 我们还会赔偿您的精神损失费 男人听到赔钱 刚刚的激动情绪 一下就平稳了下来 他松开了捂着脖子的手 我这才清楚地 看到了他的脖子 那脖子被咬了一口 肉没有咬掉 但是开了一个大口子 流了很多的血 他撕了几声 直接竖起了一个手指头 说道 十万 必须赔我十万精神损失费 另外 再给我五万上医院 不然我就报警 听到这 父女跟中年男人对视了一眼 跟着一脸无奈地说道 好 我们赔 您等等 我打个电话 说着话 中年男人就走出人群 开始打电话 我也在周围人的议论声中 得知了事情的由来 男子跟女孩并不认识 两人都是去服务区上厕所的 谁知道走出来的时候 女孩突然就跳到了男人的身上 对着他直接咬了一口 男子疼得惨叫 也正是他的惨叫 把我给吵醒了过来 这件事属实是女孩做得不对 但他应该是失控了 几分钟之后 中年男人走进了人群 他拿着手机 开始给男人转账 男人一脸地懊悔 那样子看上去像是后悔 自己要的价钱太少了 中年男人确实很爽快 爽快地让人后悔 不过 这也从侧面看出来了 他们的女儿应该没少做这种事 至少这不是第一次了 赔偿的事情搞定了之后 男人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他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随着男人离开 围观的人也都慢慢地散开了 等到人群全部疏散了之后 男人便开始埋怨起了妇女 你怎么不看好孩子呢 我都说了 再观察两天 给他绑两天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 女人流着眼泪 呜呜呜地说 我不是以为孩子好了吗 都在那边住了五天 这五天都是好好的 就刚刚都还跟我说话 整个人都好好的呢 哪知道他还会这样啊 哭哭哭 除了事就知道哭 真是烦死 快把孩子给拉上车 说着话 两人就搀扶着女孩 朝一辆奥迪车走了过去 看得出来 这个家庭挺富裕的 要不也不可能 一下拿出十五万来赔偿人 我有心上前 问问他女儿发生了什么 可是想了想 还是算了 我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找娇人类 复活黄依依 其他的事 我真无心插手 看到他们离开 我去上了厕所 也回到了车上 我刚走上车 吴胖子就醒了过来 他打了个哈欠 对我说道 李先生 我刚刚做了个梦 梦到我一个朋友被狗咬了 他还叫出了声音 真是奇怪 你做的梦 梦里面有声音吗 我有点无语地说道 没有 走吧 吴胖子嗨了一声道 等会 我先上个厕所 说着话 他便自言自语地走了出去 三个小时后 天黑了 我们也终于来到了广北海 这几天是节假日 来旅游的人挺多 很多人都提前预定了酒店 我们没有准备 这一手 所以找了很久 都没找到落脚的地方 实在不行 在车里凑合一晚上吧 吴胖子对我说 我嗡了一声道 去买两瓶水 顺便问问当地人 我们找了个便利店 买了两瓶水 然后询问了一下便利店的老板 这附近还有没有住的地方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盘着头发 有点肥胖 他想了想 说道 可能没有 这几天旅游的人多 我道了个谢 也算是放弃了找酒店主 哪知我刚走出门 老板娘突然喊住了我 问道 你们就两个男的吧 我点头道 对啊 是外地的 对啊 外地的 那你们可以去水岸酒店问一下 那里可能有 说这话的时候 老板娘的眼珠子 有点不自然地转 我说了句谢谢 然后就跟吴胖子走了 我们很快就导航 来到了水岸酒店 这酒店距离还挺近 看上去也挺豪华 但是里面的阴气很重 这也是为什么 那老板娘 有点神秘兮兮的原因 这酒店可能死过人 可能闹过鬼 总之肯定发生过不好的事 有鬼的酒店 我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也没犹豫 直接就走进了大厅 刚刚走进来 我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前台站着的是个妇女 是那个今天我在服务区 遇到的咬人脖子的女孩的母亲 一千张了 挺感慨的 特别是看到 还有那么多朋友 催更何留言支持 心里很感动的 感谢大家一路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创作出好内容的 妇女双眼有些微微红肿 应该是为她女儿哭了挺长时间 见到我跟吴胖子进去 她眼神恍惚了一阵 随后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病角 问道 二位 是要住店吗 我N了一声道 住店 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盯着妇女看 妇女的脸色不太好 阳气有点弱 并且身上还跟了脏东西 这些脏东西 跟她女儿身上的完全不同 应该是她这段时间找了不少人救她女儿 正好遇到了一些搞歪门邪道的人 身份证登记一下 女人说着话 拿出了一个册子 我拿出身份证递给了她 吴胖子也将身份证递了过去 在递身份证过去的时候 吴胖子看着墙上贴着的一张纸念道 招聘收银员 工资五千加全勤 哎哟 这广北海的工资那么高吗 收银员就五千 妇女嗷了一声道 这个 她没说下去 而是登记好了身份证 将身份证和房卡递给了我们 接过来房卡之后 我看着她问 你女儿没事了吧 听我那么问 妇女的脸色微微一变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 问 你是 哦 我是今天在高速路上 碰到你女儿咬人的一个路人 听到这 女人的眼睛又开始泛红了起来 她哀得叹息了 一口气道 现在是好了 但是指不定什么时候 又会做出那样的事 听到这儿 我继续问 那你能具体跟我说说 你女儿是什么情况吗 如果在服务区遇到她们之后 就不会再见 那我们就注定无缘 可是我们又遇到了 我还住进了她们家的酒店 这样的缘分可不是一般的 怎么说呢 她们家祖上积了得吧 李先生 她就是你刚刚在车上跟我说的 在服务区咬人的那女孩的母亲 吴胖子有些惊讶地问我 在车上 我跟吴胖子说了这事 当时吴胖子还问我 怎么不出手帮一把 我跟她说 缘分不够 要是有缘还会相见 如果遇到这种事 在主人家不主动请求帮忙的时候 可以去提醒她们 但是不能上前主动说要帮忙 那是要承担因果的 现在我还要复活黄依依 怎么可能去承受这样的因果 现在不存在因果的关系了 我们又遇到了 并且还是在同一天 这说明 她们家跟我缘分颇深 当然 要办不办这件事 还得她们主人家说了算 我恩了一声道 对 就是她的女儿 哎呦我去 还真让你得说中了 没想到真有缘分遇到了 听到吴胖子这话 妇女愣了一下 随后一脸不解地问 两位小先生 这话是什么意思 吴胖子嗨了一声道 意思就是 你女儿跟李先生有缘 你可以跟李先生具体说说 你女儿遇到了什么事 啊 妇女惊讶地看着我俩问 你们是做什么的 是抓鬼驱邪的那种大师吗 算是吧 妇女激动地问道 你们 你们真能帮我女儿吗 我女儿她 她快把我们给逼疯了 说到这里 女人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面打起了转 我淡定地说道 先说说你女儿的情况吧 你说了我 才能确定能不能帮 好好 女人开始说起了 她女儿的情况 她女儿叫孟元元 是家里的独生女 今年上大一 一直都是个活泼开朗 积极向上的女孩 可是四个月前 学校打来电话 说她把人给咬了 原本她们以为是孩子之间打闹 谁知道去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 她女儿把一个男同学的脖子 给咬了一口 就跟今天我们见到的那个情况一模一样 趁那个男同学不注意的时候 她跳到了人家的肩上去 把人家给咬了一口 当时都报了警 但是他们家里有点钱 赔给了那个被咬的学生一笔钱之后 就死了了 事情解决了之后 他们就询问孟元元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咬人 可是孟元元对此一无所知 她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只记得自己放学之后要去吃饭 关于咬人的事 她全然不知 为了搞清楚是什么情况 他们就带着孟元元 去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可是她身体所有指标都是正常的 去看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说 她的心理也很健康 做了一个仪器测试 她也是正常的 当时的检查结果都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也没有再继续深究下去 把孟元元送回来学校 谁知道才过了一个星期 孟元元又在学校里面咬人了 处理方法 还是跟上次一样 赔钱 学校见状提出了让孟元元先休学回家 因为她的行为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学生的安危 最主要的是 引起了学校的动荡 已经有学生传出 学校里面出现了丧失的事 后来 他们把孟元元带回了家 又去京都做了几次检查 还飞到了国外 去做各种检查 无一例外 她没事 回到家之后 孟元元也跟正常人一样 该吃喝该喝喝 一开始 他们还很谨慎地看着 不让她出门 可是过了一个月 看着她也没什么不好的 就让她出去逛一逛了 谁知道刚出来 她又把人给咬了 跟钱两次一样 他们家又赔了钱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很清楚 这是估计不是医学 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他们这边的人比较迷信 特别是他们都是挺有钱的人 更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 于是 她家两口子 就带着孟元元找了不少人 他们找过祥童的 请过出马的 看风水的 搞阴阳的 听说哪里有高人就去找 找的这些人各有说辞 有些人说 孟元元身上跟着鬼 被控制了 有些人 说她被人下邪术了 有的说是下鼓了 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她的问题 她还是会做出那些惊人的举动 因为每次做完法事 他们都会带着孟元元去街上逛 故意看看那些陌生人 谁知道她还是会烦 有几次去街上 她都想要扑人咬 可是被控制住了 就今天 他们刚从隔壁县回来 也是去找了一个仙家给处理 那个仙家很有自信地说都解决了 保证不会再犯了 他们不放心 在那里待了五天 还带她去逛了街 这五天 她都很乖 很正常 他们以为好了 谁知道 今天又在服务区 发生了那样的事 说到这儿 妇女哭了出来 她擦着眼泪说道 四个月了 孩子一点好转都没有 无时无刻都需要我们看着 原本孩子心态还很好的 但是现在 已经有点抑郁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不知道这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小先生 您一定要帮帮我女儿啊 只要您治好了我女儿 您要多少钱都可以 我抬头看了看他们家的酒店 问 你们家的酒店发生问题 是在你女儿出事之后吧 妇女文言一惊 跟着问 你们 听说我们家酒店发生的事了 我抬头说道 没听说 看出来的 这几天是节假日 周围全都住满了人 即便是小旅社都住满了 你们家那么大的酒店 还有房 并且看上去没几个人住 这不就说明 你们家的酒店有问题了吗 听到这 女人叹息了一口气道 是的 这跟我女儿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把我女儿接回家之后 她咬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们家酒店的客人 事情虽然是私了了 可是我们家酒店 也从那之后开始 发生了各种怪事 有人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 听到女人唱歌 歌声很好听 很灵动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除了女人唱歌的声音之外 还有小孩嘻嘻的笑声 那声音很奇怪 反正我说不出那种感觉 听到这 我皱了皱眉 女人唱歌的声音 还很好听 这听着 怎么有点熟悉的感觉呢 我盯着女人 问道 你听到过那女人唱歌的声音吗 女人嗡了一声 道 听到过 家里出了事之后 我就跟我老公到这里 来睡了一晚上 没睡着的时候 没发现什么 刚刚睡着 就听到了那个女人唱歌的声音 能描述一下那个声音吗 女人想了想 说道 就很好听 要用准确的词语 来形容的话 就是天籁之音 天籁之音 这样的形容 已经是最好认可了 我没听过 也不好做评判 除了女人的唱歌声 跟小孩的嬉戏声之外 还有其他的怪事发生吗 女人摇头说道 没有了 就这个 但都是在晚上发声 即便再好听的声音 也甚人了 我还没说话 吴胖子便问道 你们找人看过没有 女人点头说道 当然找过 但是没人能解决 还好这房子 是我们家自己修的 要不然以现在这种状况 我们根本坚持不下去 家里自己修那么一栋房子 看得出来 他们家很有钱 要不怎么 可能在海边修得起 那么大一栋房子 不过 现在也快撑不住了 原本还有些积蓄的 但是我女儿这几次咬人 赔了两百多万 现在酒店又这个样子 如果再不恢复 恐怕我们就真的坚持 不下去了 说到这 女人哭了出来 我安慰道 前世小事 最重要的 还是先把事情解决 对了 你女儿呢 她呕了一声道 在家 我们在市区 还有一套房子 平时我们都是 在那边住 发生了那个事之后 之前的收银员辞职了 这段时间招不到人 我们就只能轮流过来守着 白天我婆婆守 晚上我跟我老公轮流 需要把她叫过来吗 我还没说话 门外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只见今天那个 在服务区见到的男人 走了进来 他应该 就是女孩的父亲 一见到男人 女人就连忙上前说道 孟良 这两位大师说 可以救圆圆 你能把圆圆接过来吗 听到女人的话 男人眉头就不自觉地拧了起来 他打量了我们一圈 随后说道 圆圆睡着了 说着话 他走到了我俩的面前 而后说道 二位 不好意思啊 我老婆最近太担心我女儿了 所以才会遇到谁 都说我们家发生的事 不瞒二位说 其实我们家的情况挺复杂的 我也请了不少人看 但没人能解决 现在 我对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 之前有一个大师 是从南海请过来的 年纪跟你们差不多 他当初也是信誓旦旦地说 能解决我家的问题 结果在这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 他就跑出去了 直到现在都联系不上 如果二位真有本事 那今晚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如果今晚 你们都好好的 那我 哎 你这话几个意思 无胖子一脸不爽地 打断了孟良的话 你的意思是 我们还得主动 给你家解决问题呗 我告诉你 我们 行了 我打断了无胖子 反正我们也是来住店的 先上去吧 说着话 我便拉着无胖子走了 无胖子挨了一声 还想说话的 但是已经被我彻底地制止了 进了电梯之后 无胖子问我 李先生 什么意思 那家伙有点不尊重咱们 已经很尊重了 我对无胖子说到 他对我们有怀疑 是人之常情 我两年纪都不大 他这里也确实出过他说的事 他能实话实说 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尊重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能力 也并不是每个人 都非要对我们卑躬屈膝 再说 这件事也不一定非得要做不是吗 一听我那么说 无胖子这才恍然大悟地点头 我跟无胖子各住一个房间 房间很大 里面的布局很好 有大洋台 大洋台上还有个吊椅 坐在吊椅上 吹着海风 还能看海景 这算是很高端的海景房了 我伸出手 摸了一下爷爷给我的聚灵带 如果现在一一的三魂七魄聚集 形成一个完整的灵魂 我们就能一起看窗外的景色了 还有三天 三天之后 他就能变成鬼了 到时候 我们就能相见 我大致地观察了一会之后 就去洗澡 准备睡觉了 这一天 的确太累了 洗完澡躺在床上 没一会我就迷迷蹬蹬地睡着了 这一夜 我什么也没听到 什么女人唱歌的声音 小孩嬉戏的声音 都没有 我是被一阵 碰碰碰的敲门声给吵醒的 等我打开门走出去 我看到了孟良一家三口 孟良见到我 突然就扑通一下 跪倒在了地上 我这才看到 他脸上多出了 青一块紫一块的伤 那伤看着很特别 不像是人打的 倒像是鬼打的 孟老板 您这是做什么 我赶紧伸出手去拉住啊他 他连忙对我说道 高人 昨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您 我 我跟您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帮帮我女儿 起来说话 我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 他起来之后 颤巍巍地说道 我 我昨天真是太糊涂了 我 你脸上的伤 不是人为的吧 孟良连连点头说道 不是 不是 说着话 他都快哭了出来 昨晚 我梦到我奶奶了 我奶奶 在梦里面对着 就是一顿狂骂 说我辜负她的心意 一开始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奶奶说 她把高人指引到了家里来 我却不懂得珍惜 听到这里 我还是不懂 我想开口问我 奶奶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却说不出话 后来 我奶奶就在梦里 对着我大吼大骂 说我不笑 竟然都不跟她说话 她越说越气 然后就给了我几大嘴巴 当时 我就感觉挺疼的 但我实在说不出话呀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奶奶打骂我一会之后 才重新跟我说 还有挽救的余地 让我明天一早 去跟昨晚我得罪的高人道歉 我醒来后 发现了自己脸上 轻一块子一块的 我才知道 我奶奶说的什么意思 我昨晚得罪的人只有您 所以我一大早就跑来找您了 高人 帮帮我女儿 帮帮我们家吧 听着孟良的话 我也明白 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说是指引的话 昨晚给我们指路 来这家酒店的便利店老板娘 大概率是被掌控了一时 昨晚天黑了 我人也累了 只发现了些许的端倪 没有仔细去看 但确实有问题 能够给孩子托梦 还能给我指路过来这里 这个奶奶 恐怕不简单吧 想到这里 我看着她问 你奶奶是做什么的 孟良愣了一下 说道 什么也没做 年轻的时候是个正常人 在我爷爷死后 他就疯了 总是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不过她说的挺准的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 但我记得 有一次她跟我说 村里要停水 半个月以上的自来水 让我去告诉我妈 让她把水缸都装满 可是我们没当回事 我奶奶就给了我几大耳光 并让我一定要去告诉我妈 后来 我去跟我妈说了这事 我妈起初不信 后来我就哭着 跟我妈说 她这才半信半疑的 去把家里的水缸都装满水 过了三天 我们村里真的停水了 并且停了二十天 很多人都去到了 挺远的地方挑水 就我们家挺过了那段时间 我奶奶说的话不仅这些 其他的什么天要下雨啊 水要涨潮啊 谁家要死人啊之类的 都很精准 别人听不清楚她说的话 所以都不知道 我奶奶有多厉害 但是我能听懂她的话 我真觉得她不是疯了 她就这样疯疯癫癫地 过了三年 后来死了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说道 你奶奶不简单 这种能力来自于外界 或许是跟四大寨的 那个傻子一样 听懂了动物说话 或许她做梦梦到的 或许她能够听到 更高一级的人说话了 总之她变成疯子 是绝对正确的 以现在的人 根本没法理解这种事 当人彻底清醒之后 就会变成99.9%的人 眼中的神经病 是 我跟我妈妈说过 但是他们不信我 一个小孩的话 还把我奶奶骂了一顿 高人 我女儿的事 您能帮帮忙吗 现在也不敢保证 先看看再说 说着话 我就将目光 放到了那女孩的身上 女孩长得还算可以 各方面都算是中等偏上 她的长相 确实不是那种 抑郁寡欢的类型 她很开朗 并且很喜欢笑 因为我看到了 她脸上那两个 浅浅的小酒窝 此刻 她的手上套着一个铁环 铁环上有根绳子 绳子的另一头 在她母亲手上 这是怕她会咬人 要不谁忍心 给自家姑娘搞成这样 她看上去挺正常的 身上没有什么异常 至少用肉眼和感受 没有感受出来什么问题 我开启官器树查探了一番 她的身上 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除了气色有些差之外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至于她的气色差 我想应该是这段时间 被这事给整得有点抑郁了 我走到了她的面前 她目光闪躲地看着我 还明显地往后退了一些 你别怕 我淡淡地说着 跟着抬起手来 轻轻地抓住了她 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我发现 她的手很冰 冰得倒也正常 应该属于那种天生的 这只是皮肤传出来的问题 想要知道具体的情况 还得再看看血液的循环 想到这儿 我加大了手中的力量 她压地叫了一声 跟着问我 你 要对我做什么 我平静地安慰道 别怕 等会会有东西 进入你的体内 这东西不会伤害你 你别管就行 说着话 我便开始往她的体内 注入真气 真气能够推动 她体内停滞的血液循环 还能检查出 她身体的具体问题 当真气注入 她体内的时候 只见她的脸色 突然变得微红了起来 她还轻轻地 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你怎么了 圆圆 看到了孟圆圆的反应 她母亲没忍住 开口询问 女人嗡了一声 没有回答 只是一脸羞涩地 低下了头去 圆圆 你别吓我呀 女人看着女孩不回答 还做出了这样的表情 她很慌 孟圆圆轻轻地说道 我只是觉得很舒服 好像有什么东西 进入了我的体内 现在我感觉浑身发热 有些地方还很痒 听到这 妇女压了一声 那张脸 也一下变得微红了起来 眼神都跟着闪烁了 我想 她肯定想到了 另一件差不多感觉的事 她皱着眉头看向了我 高人 您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我淡淡地解释道 进入她身体的是气 痒的地方 是她以前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没关系的 只是在愈合 说着话 我就松开了她的手 孟圆圆见我松开了她的手 她愣了一下 问我 结束了吗 我嗡了一声道 结束了 只是 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女孩嗡了一声 脸上闪过了一抹失落 像是意犹未尽 怎么样 高人 我女儿她是怎么回事啊 孟良一脸焦急地问我 没事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至少目前是正常的 说到这里 我又问她 你女儿上街之后 是不是会不受控制地咬人 但是在哪之后 她又恢复了正常 然后怎么也想不起 她咬人的事了 对 就是那样的 那行 我想看看她那个状态下的情况 不介意的话 我带她出去转转 我说她的状态下的 她的状态下的 她的状态下的